说话不难 说好不易 主持人杨光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好好说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你们的调解员 杨光 我叫杨光 但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杨光过 我是官司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亮望 我是我的当事人 张文女士的委托来主张她的房产权益 不要打扰我们正常的生活 是公众人物 倒还好 只要她这个人在电视上 和生活里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张文之前就联系过我 这是她早就设下的一幕 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那个房子 难道她什么都不同吗 别这么说我姑姑 你没资格这么说 也就是三十一年前 你爸临终之前 把她唯一的一套房子给了你吗 三十多年没有好好找过我她 三十三年 这次一出现 其实自己也没有日子安 那你当年走的时候 怎么没带走阳光呢 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我完全不知道原来当一个妈妈 是那么的贵心和无奈 一个人从小没有了母亲 一直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导致母亲抛弃了自己 这样的一个孩子 突然去见三十年没有见的母亲 那种心情是 是有多么的忐忑和胆怯 你能理解吗 怎么样的孩子才配得上背包紧 怎么样的孩子才必须要放手 天底下没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的 你自己心里的结 还是得自己竟然想得却不 nowhere 那就活在 明晚八点好好说话